7月上旬 身為VIP客戶實貪海灣千萬別墅 首站市華映小丁灣越海別墅 見面385方 贈送花園過兩百方 東南一線海景別墅 1400萬筆道積海擁有 然後台前會比較開闊 這裡很舒服 這裡做了個中空 關鍵是做完的玻璃 這樣看 檔池的氣息出來了 好美的別墅小區 一線海景 真的很棒 這裡就是海 海景很美 這裡的環境真棒 嗨X3 這個是沈小姐 現場的銷售 說個Hi 你好 你好 現在有的話 就是這個 一千多萬以上 就這個17棟 是吧 對 17棟104 104 端頭的 見面是多少 385 385 路台面積124 花園面積260 花園面積260 使用面積大概900左右 900左右 現在售價 原價1470 還沒打折了 要清誰吧 1470 是吧 然後還有這一個13棟的 是吧 13棟02 這一套 02的話 這一套就便宜一點 1200多次 1288萬 這跨園呢就小一點 100 嗯 100 路台一樣的 那我現在都去實拍一下 這兩個房子的景觀是怎樣 啊 哇 你看看這個營銷中心啊 都好美啊 那麼就 哇 看到個feel 這個是華潤呢 檔次呢 是高些的 啊 那我就去拍拍這兩個房號 給你去看看 看看個feel 現在的陽光剛剛好啊 這邊是東南正向的 啊 啊 李先生 這個就是1704啊 啊 1400多萬的這個單位 啊 我們看看一些小區的街景先 好美啊 那天的陽光很好 來 那我們現在走進去看一下這個單位 啊 我們是下層式的啊 這裡就是一個 小倉庫 小倉庫 放東西的一個小倉庫 可以 然後 這裡是入庫跨園 入庫跨園了 就這個陽台 都有算不算一百多方那個陽台啊 這裡都沒算面積了 還沒算了啊 所以到時都可以封個點吧 啊 就是 要申請了 對 這個看海啊 看海 哇 早上這裡的海景最漂亮了 應該能看得到日出吧 啊 早上可以看日出 這裡超東的 超東啊 東南鄉啊 最靈的朝向在這裡啊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這個是端頭來啊 這裡四樓就是一個入庫玄關 入庫玄關 啊 這裡可以把它封了 這裡可以封起來 對 把左面的牆打掉 然後台景會比較開闊 對 這樣 這裡基本上每一層都能看得到 還有三層條高啊 原本設計 這裡 這裡的條高非常高啊 這裡上面 啊 一路飄高比較高 到時候可以再做回設計 啊 這裡呢就是一個電梯井 這裡的電梯 這裡的電梯會坐得比較寬啊 啊 食人為的電梯 對對對 有一些它的電梯是很窄的 那 這是樓梯 我們下去樓梯呢 你看一下啊 我們 我們現在賣就是賣這一套的了 我就拍給你看的了 啊 原版房呢 我等一下可以去拍一個感覺給你看 啊 啊 啊 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關鍵就是看這個 十一七零四這個位置的景觀 啊 就是這樣來的 啊 景觀就是這樣來的 啊 這裡到時候也可以封啊 也可以不封 是啊 就留一個兩層的中空是可以的 啊 留個中空呢 你就會漂亮些咯 如果你住人不多的話呢 整個中空廳呢 就會很有費事的 啊 哇 這裏普通層高應該都有三米五 三米五 每一層都是 啊 每一層三米五好高啊 啊 這裏有個主圍啊 無形就很方丈的 枯型很繁盛啊 所以 一分錢一分貨 啊 這裡畢竟看海的景觀 越海他的產品就是照顧到每一庫 看海都看的比較全一點 啊 然後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客房 對 師傅 師傅這裡就 往這個後面的花園啊 對還有他的右面側面的花園 啊這花園很大 我知道側面很大 我這花園好大喔 這側面的 我們待會下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下樓梯啊 前面這個花園還是可以做到一個游泳池啊 對有個泳池 然後這個露台是有124坪的 就光這個露台120多坪 對 對 這是 呃 副二樓的一個客廳啊 啊 可以 可以 這裡就做客廳了 是吧 然後左邊這個牆是可以打掉的 打掉這堵牆的話 這個客廳就會大很多 哦 可以打掉 它是可以改造的 哦 哦 市面可以改 哦 它很好改造是吧 對 打掉的話這個客廳就非常大 非常大了 這個客廳 哦 可以打掉了 啊 哇 這裡 這裡一千多萬的價值就是 每一庫都能看到哈 一個是銷杆的危機 我又打掉客廳就很大 那個樣板房好像就是打掉了 是吧 非常大哈 啊 那這裡呢就是又是電梯井來的啊 啊 這裡就是飯廳的位置了啊 啊 就是要做一個小小小小 啊 廚房 廚房 啊 看一下側面的花園的大小 這個好厲害哦 因為這個 這個是端頭啊 比那個1302多了 一百多啊 哈哈 兩百萬啊 這樣就看看 就這一邊 全贈送了 就全贈送的 然後如果是中間位就沒有這一部分 其他有沒有一樣 哇 好大哦 庫蘭在前面那裡都是 哦 就到庫蘭那裡是吧 南原內 哦 那到湖蘭這裡 我以為去到那裡 是到湖蘭這裡 那這裡都很大的 你看回 那到時要做一個設計 看怎麼設計 這個花園怎麼設計 這個圓林要自己設計 哇 柴光墊 柴光墊 到時封個頂去 這樣做採光墊 啊 這裡 這個就是這個 華雲的一個設計 到時這裡都可以再封個井 這樣做 不封啦 這個做回露天花園 我們看一下 有前有後的這裡的花園就好了 看一下前面的花園先 它應該是下去了 你再出去吧 從這裡出 從這裡下 我們下去再看 四層 我們現在去到最低的層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那這裡也有個很大的位置 都可以拆掉 撕裂的牆基本上都是可以拆的 這裡有一個衛生間 有機會 哦 哦 是呀 是呀是呀 我之前來的 酷醒 有樓梯可以上去 露台用池 露台用池 這裡可以做個娛樂室 對 搞桌球啊 搞影院啊 玩投影在一樓啊 哇 這裡這些就是high car 這裡還有一個室 這裡可以做個studio 那是空調主機位 就是設備房 設備房 設備房 那我就不認識設備房 我自己出去看一下這個游泳池 你能走到嗎 我自己走也行 走到 嘩 嘩 嘩 現在我正常人一個視野高度 是看到海的 那這裡可以再做一個游泳 嘩 一個這樣一個氣派的視野 這裡的別墅呢 就是摩登一些 潮一些 啊 啊 不流行的話 玩實用 實用就 但是這裡就 輕玩這些 一個比較 啊 現代歐約 簡約式的設計 啊 啊 那來 看回海 那現在這裡正常一個視野高度啊 啊 啊 就是這樣看回海 可以做回泳池 啊 OK 那這個1704 我就拍到這裡 那我去拍那個1302給你看 啊 我們現在來到1302啊 啊 這個位置呢 是靠近最高的山的位置來的 那這個視野是更開闊的 剛剛1704呢 是要下 下一點點斜坡的 啊 那這個1302呢 那個景呢 那個地勢又高些 更加之靚 那左邊這裡就是那個 工具房啦 那我就不拍了 最主要看回景而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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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那這裡呢 看到海呢 的視野是要高些少的 那這裡呢 它會是有退潮的 現在是下午 早上是漲潮的 啊 啊 那我們看看這個客廳的景觀先 啊 客廳的景觀 那這裡是 這樣一個擺設 啊 一樣我回應一下 啊 不過這裡呢 就會有一些綠色的植物 我就不是說完全看到海 啊 啊 那這邊 不是端頭呢 也都會便宜些的 原價1280克 還可以再打折的 啊 對比一下那些價值啊 旁邊的端頭賣了的了 啊 OK 看回那個景 啊 這裡的景就是這樣啊 啊 啊 關鍵是那個海景而已 啊 啊 這裡一樣啊 那是後面的房子 你的主人房 啊 到時候的護欄可以拆掉它 啊 做一些大樂地的那些就很漂亮 啊 剛剛那個人也是一樣 可以做一些大樂地玻璃 拆掉護欄它 因為 有些都是這樣教的 啊 啊 這裡的洋房就不可以說風陽台的 當然別墅的靈活性會高一點的 這個是六道理的 啊 可以去跑步 OK 就是這樣 這裡的 這裡的 海景 關鍵是 看一下海景的出入 嗯 OK 是這個設計來的 來的 我們這裡走回去 走回去那個 地下室 再走回去 重新一個視角 都是有三米 這裡呢 都是有三米五下 地下工作室 這裡也是那個地下室 那就是那些空調的機房 看看怎麼可以設計 電梯正 我們上去那個 客廳先 這裡就是這個 一樓的景觀 一樓的景觀 就是客廳的景觀 這個房間的景觀也都影響 那 到時這裡可以 打通它 做大的客廳 做大的客廳 衛生間 這裡也是一個 小的衛生間 這個飯廳 廚房 看看花園 花園就這麼大了 因為它應該是中間位置 中間位置 OK 那我去拍板房 再參考一下裝修 現在這些都是膠樓的了 都已經在這裡裝修 因為這裡是毛皮膠庫的 即買就即膠樓的 那現在我們就在這裡 又去看這個樣板房 之前我也有拍過的 這個1701 現在就買驗房來的 這裡就是工具房 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拍的 看看花園 花園也是這樣 看看這個海徑 它這樣的設計 做了這樣的天花 選擇了色為主 這個朋友在這裡坐著 花園的燒烤 不錯的 有泳池的效果 這裡看到海的效果 好漂亮 這裡是封了 剛剛這裡是中空的 它封了 嘩 很簡易 簡約 在這裡做了這些落地玻璃 如果有為難就拆掉它 這樣看就整個檔次的high car 出來了 這些天花就簡單一點 換一換它 裝了一個升降機 這些都是用毛皮的 要按照自己的裝修 這裡做了一個落地玻璃 看看花園 OK 現在下去了 這裡很舒服 這裡做了一個中空 關鍵它做了一些玻璃 這樣看 這個檔次 那個氣色 出來了 這裡就是個熱位 那這些它長身 又是 做了一些木片板的 這樣看下去就 好素雅 素雅得來 又有個檔次 低調得來 有奢華 這個小小間 小小間的石材都不錯 好 這裡可以再設計大一點 這個應該是客房來的 當客房當主人房就行 後面設計的空間很大 好 關於這裡這些 拆掉它 這樣看 更加 更加大 更加那個感覺 臨場 現場感 更加高 好 這些都做了中央空調 做了中央空調 這裡是客房 客房 客房這裡有衛生間 這裡是棋肉的 化完 化完 它是那邊的端頭 這樣做 這樣做 有個感覺 後面又燒烤 我們下去 我們下去看看客廳 先看看 這個客廳真的不錯 中央 中央的位置 這個客廳 做了開放式 這個客廳 看看怎樣去設計 很多設計空間 照自己的味道去設計 真是不錯 中央的客廳 這裡是一個化園 前面的泳池 看看這個飯廳 先看看 飯廳有一個中式的廚房 這裡有一個很小的小間 比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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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飯廳 這個廚房 比較小 看怎樣設計 因為你這裡封了 偷到出去就可以 都可以做大一點的位置 這個是花園 花園是這樣的端頭 它這樣做一個長身 這樣就比較好看 這樣感覺好一點 OK 這個後花園也很大 好 OK OK 這樣 再下去 下面的地下室看看 這個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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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闊的 有1米闊的 1米多的 1米多的 1米1米2 再有闊的 樓梅很闊 走起來很舒服 好 好 這個是衛生間 這個地下室 哇 這個影院 這裡有很多想像空間可以調 之前我也拍過 這裡做了一個走教 對的 現在有這麼多人在外面 玩那些帆船 這裡可以這樣設計 可以 這樣 這裡是空調的機房 好嗎 好 好 它還沒攪 看到一個位置 這裡就是 看到一些花園 很多設計的概念可以在這裡實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泳池 再游一圈看看這個工作室 這個影音室 這裡做了一個房 這個房間 這裡有煙霧間 這裡也有一個淡浴間 這裡有一個桑拿室 桑拿的 這裡也有一個 衛生間 這裡有一個泳池 來看看 這裡是這個感覺 關鍵是看花園的泳池 游泳池不是很大 游半圈 但這裡就是對正的海游泳 游泳池有個特色就是這樣 OK 我們對比完 我們看看這間 下一間我們去碧桂園那一套最大的 認住這個樣板房的感覺 我們去看碧桂園那一套 當然要發現 就是這樣 OK 去看碧桂園